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屏幕 另外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卡瓦尼 卡瓦尼戴维邓说OK 行 大家能看见 行 首先呢 感谢 Gold Markets 悉尼的办公室 还有Murban的总公司 特地邀请我 就是给大家 做这个 主要就是讲 网上的 Live Trading Session 大家可能有些人 可能认识我 有些人可能也不认识我 有些人认识我的话 可能是在 以前 可能我在给 就是一些金融公司 工作的时候呢 可能做一些讲座呀 或者有些人呢 曾经也上过的课 还有最近呢 大家知道就是 Gold Markets呢 就是请我呢 就是说 准备呢 给大家呢 进行一系列的这个 培训的这个课程 但是呢 本来是准备了一个就是线下的这个课程 一天的一整天的给就是Gold Markets的这个高端客户的这个培训的课程 但是呢就是由于最近 大家知道这个肺炎 这个肺炎的话呢 就是呢 目前呢就是 呃 本来预计的是 应该是三月底 呃 计划还是在三月底 呃 但是呢 大家知道 这个 这个根据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况 因为咱们在澳洲这块呢 一般的大家呢 也都是稍微就是比较小心 就是尤其实际上这种课程啊 什么这些的话呢 嗯 嗯 就是尽量避免这种 嗯 接触传染的这个机会 但是呢 就是我实际上呢 我每个星期呢 我还是打羽毛球 羽毛球 我们有说十几个人呢 呃 但是这些人呢 打羽毛球这些人都是 也就是 嗯 最近期间呢 没有去过中国 或者去过中国的话呢 回来呢 也已经是大概二三十天了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呃 所有的这些 呃 线下的 或者线上的课程呢 大家到时候等这个 这个 这个 GoMarkets的这个 这个通知 呃 哇 今天不少人 首先呢 我想先 呃 呃 介绍一下这个 呃 自己的这个 这个金融背景 OK 金融背景 呃 如果是大家 有几个注意事项 我想就是想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呃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以前我就是 目前也是哈 给国内 一些 这个 金融的这个 公司 给他们进行培训 他们有些人呢 就上来问我这个微信 呃 实在抱歉 就说大家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所有的问题的话呢 都是直接 跟 GoMarkets联系 他们呢 会把 大家的这个需求 呃 以及问题呢 到时候是会通知给我 呃 就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网上 呃 不许 呃 包括今后的可能还有这个讲座里头呢 呃 请不要就是问我这个私人的联系方式 包括 私人的电话 以及这个 还有这个微信 希望大家能理解 呃 首先呢 就是先 介绍一下我自己 呃 如果是进到 这个 咱们是这样啊 先 如果是 进到澳洲 澳洲这个投资委员会的 这个 网页上 如果进到 这个网页上的话呢 呃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我 就要我存起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进到澳洲投资委员会这个网页上的话呢 呃 我的英文名字呢 就是叫什么呢 叫Grant 我姓施 错识中文的 错识的施 然后呢 我的这个名字呢 叫什么呢 叫施灵 对 捉名叫施灵 如果你进到这个澳洲投资委员会这个地方 比如说找我这个名字的话 大家呢 就是如果找一个这个search 这个呢 是我的什么呢 这个是我的 就是在澳洲投资委员会上 注册的这个 叫Financial Advisor的这个号码 OK 呃 这个号码呢 他这个号码大家可以去这个地方就查 实际上的就是他这个信息有点不太对 因为实际上我是做的时间呢 应该比这个2008年这个更长一些 呃 这个呢 是我的这个 呃 外汇 外汇 还有一个呢 是股票 呃 我本身呢 就是涉及到这个金融呢 大概是呢 从2001年开始 2001年开始 到现在呢 已经是 2000 也就大概基本上就是20年 呃 曾经呢 就是在几家 就是个经济行呢 做过这个 呃 股票经纪人 另外呢 还在一些这个呃 外汇交易培训公司呢 就是不是外汇交易 就是外汇交易公司 呃 做过这个 比如说市场方面的 另外呢 也曾经也做过这个叫低了 交易员 我目前 那些人们问了 就是那你目前你 做什么工作呢 我本人呢 是这个叫 independent contract 呃 我主要呢 是给 就是一些这个金融公司呢 进行这种的 金融培训 呃 其中一家就是最大的 这个公司呢 他可能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呃 因为由于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这种金融背景 就是大家知道 我目前 给哪些公司提供的 这个金融服务呢 也都是 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给其他公司 提供这些金融服务 一些金融课程 里面呢 他们的这些收费呢 都是非常贵 都是几千到三四万四五万 所以呢 就是将来呢 就是说 我会给这个 GoMarkets的这些客人呢 进行这种 我自编教材 呃 然后呢 线下课程 线下课程呢 我会 把一些这个精华的东西呢 就是呃 总结在一起 准备呢 在线下课程里 交给大家 大家没有必要 我即使现在给大家 显示了一些 就是我 就是呃 目前提供金融服务的 这些公司呢 大家也根本没有必要 去哪里学 一个是非常 一个是非常贵 一个是非常贵 呃 再有一个呢 就是在那里边 上一些大课的话呢 有些时候呢 就是说呢 呃 水平也是 参差不齐 OK 参差不齐 呃 所以呢 就是还是集中 到时候呢 将来给咱们的这些 购买 这些客人呢 集中一个这个培训 呃 大家如果是进到 这有一个家公司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 叫Lean2Trade 它是一家英国公司 呃 英国公司的话呢 呃 它呢 是主要是做金融培训 它呢在澳洲啊 呃 南非呀 英国呀 呃 等等一些国家 它是一个全新菲律宾 尤其菲律宾 呃 它是一个 比较很大的 这个金融培训 公司 呃 如果给大家进到 比如说进到 这个 这个 它的总公司 这个网页里头 的话 呃 我主要是给他们 但这些 其中这些公司呢 进行这种 比如菲律宾 英国这些公司呢 给他们 那这些客人 或者交易者呢 提供这个 呃 提供这个 呃 金融的这个 培训服务 OK 呃 大家如果能看得见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网页上 可能应该有我的照片 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 呃 这个我还有这些呢 给他们进行这种什么呢 金融的这种 上课的这个培训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 所有的这些 我这么多年以来的 这些教育经验的话呢 到时候呢 我都会给 呃 GoMarks的这些客人 呃 这个线下课程呢 我会把一些精华的东西 总结一下 然后给你们呢 就是一个线下的 这个培训 呃 这个呢 就是我的 我做交易呢 大概是交易了 就是有个 基本上有一个 20年的这个时间 涉及的行业呢 就是包括就是 呃 股票 外汇 期货 指数 我主要呢 是什么呢 就是着重于 这个技术 这个 呃 方面的这个分析 OK 呃 另外我想讲一下呢 就是 咱们GoMarks 有很多有经验的 交易员 比如说是 Johnny 比如说是 这个 这个 呃 呃 Austin Austin 然后墨尔本的 还有一些 非常优秀的 这些交易员 可能就是说 我的 跟大家 就是做技术分析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地方呢 跟 每个人都不一样 大家肯定上 这些课程的时候 大家知道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地方就没有任何一个冲突 因为 每个人呢 都有每个人的这个 呃 交易的这个着重点 呃 还有一个呢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经验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呢 时间段可能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 做 日途交易 有些人呢 喜欢做什么呢 就是这种 日内交易 比如说是 四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这些呢 都不冲突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 独立的交易人来讲呢 就是说 你每个人呢 都是需要 什么呢 需要 你最后是建立起 自己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交易的系统 OK 然后 但是你在 组织 你自己的这个交易系统的时候呢 之前呢 你一定要知道 尽量多的交易的这个方式 以及交易这个策略 然后 你把 最适合于你自己的这些交易策略呢 总结在一起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往上课程 以及今后 可能还有这些课程的时候呢 都是我呢 就是我个人 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 这些经验呢 大多数呢 都是什么 从这个失败中 总结出来的 因为你只有 做错 你才能总结 你做对的话 就是说你赚钱的这个交易的话 你呢 你不会回头再看的 OK 所以呢 这些 嗯 我不愿意说 我自己有 有多少交易很好 或者多有经验 但是我主要是想 跟大家 就是说什么呢 嗯 如何是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这错误 OK 因为你只有避免 更多的错误之后 你才会有更多的什么呢 这个 这个盈利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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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交易的这种交易的这种高比例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还有一个 就是说将来 就是给大家上这个 呃 培训课的时候呢 无论是技术方面 心理方面 心理方面 等等方面呢 我都会跟大家呢 就是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这个 20年以来的这个 这个交易经验 呃 首先呢 就是今天呢 主要是讲 几个方面 呃 一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肺炎 对这个 嗯 这个中国这个指数 上升指数 的这个 这个 这个影响 再一个呢 最主要是什么呢 咱们就说 如何 从这个市场波动里头 我意思说 不是说什么 咱们发国难财 对不对 咱们是要从 这 如何从这个波动里头 来自己什么呢 抓住这个差价 能抓住一个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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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入市点 以及出市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比如说是欧元对欧币 呃 我的最近的一些看法 再有一个 大家有任何的货币对 指数 股票 你不用告诉我 你哪天买 哪天买 你不用告诉我 你自己的交易情况如何 你只是要告诉我 你只是告诉我 这个交易产品的名称 然后呢 我给你 以我的这个经验呢 我给你做一下 这个 这个分析 另外来告诉呢 就是大概呢 分析 大概呢 就是 呃 入市点 出市点 的大概是一个 什么位置 OK 呃 大家有没有什么 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这个开始之前 有没有什么问题 哇 这人 今天 我觉得是很多 今天人很多 呃 首先有 已经有问题了 就是 黄 就是一个黄金 现在 主要是大家 关心的就是呢 最主要的是关心的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黄 黄金 还有这个石油 OK 那咱们呢 咱是还是按着 就是一开始 呃 我的预计的 这个程序来 首先呢 我想呢 先讲一下 就是说 呃 这个上证指数 OK 上证指数呢 大家 可以从这个平台里呢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新加坡发行的 这个呢 这个 我看看 这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MT5 一个是MT4 呃 一个呢 但是我想呢 先这样 有些人是喜欢做新加坡的 中国50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分析呢 实际上是都离不开什么呢 都离不开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 一般这个网页呢 大家呢 就是我一般看的话呢 都是都可以 进一个是呢 叫Investing.com 还有一个叫TradingView 这里用这两个呢 都可以 OK 那我呢 就是因为我用的这个TradingView呢 是稍微 多一点 多一点的话呢 这个 所以呢 咱们还是按这个TradingView 那就是我更熟悉一些 那我现在先打开任何一个图 有些人问的问题非常好 澳币新西兰 问的问题非常好 OK 另外呢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何就是正确的做这个呢 做这个交易计划 OK 一般来讲 就是说呢 就是咱们一般要是分析一个市场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都是习惯于什么呢 就是打开一个什么图 就是按这个图呢 来分析 虽然呢 这个呢 就是说你的视野呢 就是太什么呢 太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是呢 咱们先看一下 这是应该是MT OK 比如说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是 先看一下新西兰兰兑美元 OK 新西兰兑美元 大家注意 你看 我打开这个图里以后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线图 我一般来说 我一般都是先看这个线图 然后呢 就是说什么 进到什么 这个周图 周图的线图 为什么你要先进到周图的线图呢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 能看到什么 它的这个顶部的转折点 以及这个底部的转折点 很多人呢 他一般打开这个图 直接就是一个四个小时图 或者一个日图 OK 举个例子 那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说 呦 那这个图形 那应该是什么呢 只是一个下跌 那我应该呢 是什么呢 我应该按着什么呢 这个是做空 没错 这是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中期 但是 中期里头 你想做空 因为你说了 这个的顶点 第一过前头的顶点 第一过前头顶点 第一过这个顶点 那是一个下降趋势 咱们应该做空 没错 但是 大家呢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先什么呢 先从周图的线图看 如果你把周图的线图 你拉开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新西兰对美元 目前是什么呢 是在一个整体的一个什么呢 上升趋势力的什么呢 支持的这个作用 这也的话呢 就是避免你 因为市场经常是这样 有些人的话呢 他经常有时候做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市场 他经常呢 比如说是这个地方 做涨 做涨了以后 他一入市了以后 看历史 他都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转折点 这是一个好的转折点 这是我应该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抓住的 我应该赢了多少钱 是 但是一到他在这个地方做的时候 干嘛呢 稍微给你显示一个转折 然后直接破了什么呢 这个上升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上升通道的这个支持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可能这个上升通道的 这个入市点 可能是在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下降通道的 什么呢 潜在的一个 可能未来的一个开始点 短期是涨 长期是跌 但是如果你不看周图的话 你这条线 你就看不到 你这条线看不到的话 你就不知道 你的入市点 离下一个墙的这个阻力 有多近 所以有些人都都是这 看历史 这个波动是非常不错 但是你要自己一抓 抓错 原因是什么呢 我再说一遍 你的市业不够快 市场里呢 一般都是 我简称一下 市场里 比如说市场有各种 就是这种图形 一个呢 上升趋势 一个是平行整理 一个是下降趋势 同时呢 还有很多图形 比如说是 哪知道 比如说是 头肩顶 头肩底 施行 就是施行 就是咱们店门的那个施行 一个下降施行 一个上升施行 一个是比如说是 上升三角形 下降三角形 对称三角形 还有这个插杯形的 卡班亘朵 等等的这些图形 OK 那咱们先说一下 最普通的 就是这种一般性的图形 一般性的图形 那咱们就说 上升或下降 上升或下降呢 这里边呢 就说什么呢 这一部分 咱们叫 我们称为叫 阶段一 逆势部分 我们叫阶段二 润势部分 叫阶段一 逆势部分 叫阶段二 当 比如说我给他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书上经常写 咱们要顺势交易 我想问一下 这句话 对不对 这句话 对不对 顺势交易 这句话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能 就说 对一半 OK 对一半 对一半 还有没有人 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人 来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对我这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 不同的这个看法 实际上呢 就是不全对 原因 什么叫不全对 因为顺势交易里头 有阶段一的开始 有阶段一的中间 有阶段一的结尾 OK 咱们要做任何交易的时候 不光是考虑入市 一定还要考虑一个什么呢 还要考虑一个你的reward 跟这个风险的这个raise的这个比例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价格处在阶段一 结尾的时候 往往很多新手 交易呢 是在结尾 为什么在结尾 因为他喜欢看历史 历史前三个星期都是找 价格还要涨 他是这个心理 是完全错的一个心理 OK 首先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一个这个图形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分析 也就是一个阶段一 结尾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说 你的风险的盈利风险比例 已经很低了 如果你是仅仅满足以赚一个5点10点20点 可以 但是如果你的有些是比率 你想赚一个 比如说你重新 你从你入市到止损 这个是距离是h 然后从日市到你的目标 也是h 我们叫1比1的话 这个呢 你的成功率 就非常低 所以 你必须干嘛呢 举个例子 人要蹦得高的话 一定要先蹲下去 再往上走 大家这句话 你可以写下来 人要蹦得高 你拳击 你一定要什么呢 把胳膊收回来 你击出去的拳 才有力 所以说 如果说一个是这个趋势 顺势做的话 不全对 为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你在这个阶段一里边的是什么呢 在一个阶段里头 你是处于哪一部分 是开始部分 是中间部分 还是结尾部分 结尾部分的话 什么呢 你就要稍微什么呢 小心一点 那有些人说 结尾部分呢 是不是应该做 到了现在是一个 这个指数 这个地方的话 到了一个这个趋势 结尾部分的话 我是不应该做 第二阶段 我应该做空 OK 很多人想 我想 朝一个顶 或者朝一个底 对于友经 对新手来讲 我不愿意 我不建议大家 做空 就是逆势做 太多的逆势做 原因 他想逆势做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想 他没有这个耐心 等这个第二阶段的回来 这就是一个原因 因为每个人做交易 都有你自己的困惑的地方 比如说是 图形的分析困惑 入室的困惑 止损的困惑 耐心的困惑 等等等等这些 每个人都是用这个 但是这个呢 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就是慢慢这个 积累这个经验 另外呢 同时 你要做什么呢 做好这种 交易计划 什么交易计划 那有些人说 那交易计划 五花八门 我这个 我想每个月 盈利 百分之十 二十三十 这也是一个交易部分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是更多的是你呢 就是你一个期望值 但你这个期望值的话 你并不一定呢 就是说能达得到 交易计划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计划以后 几个月之后 然后回头 再看你这个交易计划 看你这个交易计划 是不是对的 也就是说 做交易的本身 是如何预测未来 如何预测未来的 转折点 或者入市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的这个交易计划 举个例子 你一定要什么呢 你一定要就是做 我这个交易计划 就是我做了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呢 我就编一个名字 就是每周的交易计划 然后呢 这个日期 是每周的星期一 一个星期周末 我做一次 做一次是什么呢 咱们举个例子 那咱们看一下 10月28号 看去年10月28号 我做了一个 比如什么交易计划 举个例子 10月28号 我做了一个交易计划 是什么呢 新西兰对家园 这是我做了一个截图 OK 我每个星期 我认为好的 该入市的 我都是做一个截图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截图 是什么样子 稍等 我这个电脑稍微慢一点 我再关掉 要再重新起 OK OK 这个截图 比如说你看 我给几个货币队 大家都可以看见 比如说这个截图 看这几个截图 比如说这是新西兰的 对这个的 比如说这个吧 新西兰对日元 你可以就等于这么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你都是什么呢 你所有的这个地方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已经 就是说 大家注意 我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趋势的一个分析 再有一个交易方向 上面这个箭头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双底 我认为这是一个平行整理 要往上走 但是这个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有效突破的话 之后 我再认为呢 就是我在做空 这个的图形叫什么图形呢 叫什么呢 叫斜行 电门的 就是把门给固定住的 这个斜子呢 一个三角形 斜行 这个斜行本身呢 是一个上涨 一个图形 OK 这个呢 图形呢 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平行整理 平行整理的话 我这个下降箭头 我指的是 是必须有效的突破 支持了之后 再做空 并不是说这时候做空 OK 因为这时候的这个价格 还在这个支持线上 这个呢 我是10月 家园 西兰队家园 10月28号 我预测是涨 那咱们现在看一下 咱们在这里边 10月 就是说新西兰队家园 那咱们看一下啊 新西兰队家园 10月28号 10月多少号 我看有没有 这新西兰瑞士法郎 我看一下啊 新西兰队 新西兰队家园 这呢 打开图 进到日图 大家有些人喜欢 蜡烛图或者线图都无所谓 OK 10月的 OK 10月28号 这就是10月28 10月29 大家注意 我做的这个截图 我把这个放一下 跟我的这个预测 未来的方向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才是一个什么呢 有效的什么呢 交易计划 所以我建议大家 首先 如何做交易计划 你周末 为什么周末做 你说我平时为什么不做 周末市场观 或者你平台观 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什么呢 完全可以定下心来 来做你的 全身贯注的 做你的交易计划 如果你平时有一些 比如说是 有些open position的话 你可能呢 是你 每隔几分钟 你一定要再看一下 我的这个 进到你的什么哪里呢 进到你的这个terminal里头 看一下 你的这个交易是什么呢 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 你老实点 你不会文文 礼拜一到礼拜五 并不是一个好的 分析的时间 你可以 你最好是什么呢 周末分析 然后干嘛呢 你这个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呢 你是什么呢 这个你可以什么呢 update 你这个更新 你的这个交易计划 但是你不能是在重做 重做的话已经什么呢 没有时间了 那没有时间 你去超市 晚上九点十点 人都在那上货 为什么白天不上货 白天是做生意的时候 对不对 你你晚上的时候 你应该 你的交易计划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交易计划 因为你只有有交易计划 你才知道你要等什么 你要找什么 如果你是 每天一早晨 看这个屏幕 花毫历历 在这动来动去的话 实际上对你的 实际上交易里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帮助 OK 刚才呢 就是说了一些 这个 这个一个基本的 一个把这关掉 我这电脑也是 比较慢一些 我把这个 然后呢 现在我想呢 先就是 先说一下 这个 这个人民币 不是人民币 上证指数 OK 上证指数的话呢 比如说上海 应该是SSEC吧 OK 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的话 大家当然都希望 就说在这里头 今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 就说 那个香港的 还有这个北京的 能不能做呀 等等等等这些 我先跟大家说 怎么来分析 首先呢 咱们现在进到什么呢 周图 OK 进到周图里以后 然后呢 进到这个线图 本身呢 现在就是已经呢 就是一个 本身呢 现在就是一个 这个线图 OK 咱们呢 就是一定要是先什么呢 把这个大的画面 先分析一下 比如说从这个地方 我先画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基本的 在线上画一下 这个线 然后呢 在什么呢 进到 比如说上证的话 前些日子已经涨到 三千多了 然后呢 又是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 掉下来 掉下来的话 前几天 当然 由于这个肺炎的 这个一个是 低开了 8% 然后呢 是这个往上走 OK 你简单的 可以就是说 画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的 就是这种 比如说这个趋势线 这种趋势线 怎么画一个 有效的趋势线 都是一个争议问题 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你要能画一个线的话 能碰到更多的 转折点的话 这个线的相对来说呢 是更有效 这个呢 现在 咱们现在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这个周图 周图的话呢 那首先呢 这个地方 是上证的话 这个地方 估计应该是 一个什么呢 一个潜在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一个支持 现在这个图形里呢 我认为呢 它就是有点像什么呢 像这种的 这个三角形 OK 三角形 然后大家注意 你这时候 你又能画一条线 什么呢 画一条线以后 你能呢 可能能碰到什么呢 尽量多的什么呢 几个点 OK 所以呢 上证呢 它是什么呢 就是低开 低开了 8%了以后 然后现在往上走 所以目前来讲 上市指数 就是说 抄底的话 我觉得呢 还是会 我觉得是早一点 什么叫早一点呢 就是说 它 大家听说过 有个名词 就是叫什么 叫补缺口 补缺口 有些时候能补 有些时候不能补 有些时候澳洲的一些公司 什么 OneTel这些公司 十几年以前 都是什么呢 补不了缺口 最后什么 倒闭了 但是呢 这个指数是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对于我来讲 它的目前的上证指数的这个阻力位 大概 我认为是在一个 大概一个什么地方呢 我 我认为呢 它大概这个阻力位的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大概是什么呢 目前我看 这个阻力位 大概是 比如说呢 我画一个 这个一个框子 OK 框一个框子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画一个框子 OK 阻力位 我觉得呢 它很有可能呢 是真是有可能 弥补了 这个缺口之后 再会下来 但是下来 刚才咱们 因为咱们说了 咱们是要什么的 我要 咱们说 要抄底 怎么可以抄底 首先 这个地方 是一个最近的一个地点 咱们要抄底的话 什么时候一个图形 最好抄底呢 最好这个地方 你呢 不要碰它 不要做空 原因是不要做空 如果 这个抗肺炎 肺炎的这个药 出来以后 我相信 澳币 这美元 澳洲的这个指数 以及中国的这个指数 如果是一个有效的 比如疫苗出来了以后 我估计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涨幅 所以呢 目前它现在这个上升指数 看一个像什么 大家可能发现了它一个特点 这特点叫什么特点 有点像一个圆顶的一半边 OK 圆顶的半边 圆顶的本身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在相对顶部的话 它是要往下低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底部的话 那可能的 并不一定 所以呢 所以这是圆顶的左半边 了以后呢 现在咱们要一定要找着什么呢 大家注意 它的每一个高 都高过前度里高 每个低 高过前度里低 如果是某一天 是什么呢 这个低 可能是涨两天以后 到这个地方以后 如果这个高 低过前度里高 这个低 低过前度里低的话 它有可能是 栩栩的什么呢 往下走 栩栩的往下走 栩栩的往下走 走到一个什么地步 咱们不知道 有可能是走到这 有可能是走到这 可能有到这 所以呢 咱们就是一定要是 住一个区域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在这个某一个 这个地方有个区域 有个强力的一个反转的话 很可能 就是短期之内 是什么呢 它可能是做了一个底 有可能是什么呢 往上走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咱们先不管的 什么都不管它 但是等它回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 随着死亡人数的减少 随着确诊人数的减少 随着一些的疫苗的这些 出来的话 大家注意 你能从这个图形里 能观察出来 它是什么呢 一个转折点 但是咱们说了 如果咱们这个地方 抓住一个转折点的话 那咱们止损在什么地方 你有好的入市 一定要好的止损 所以说呢 就是说 你的止损呢 就是最好 如果你的资金 钱够的话 你最好呢 止损在这个前头的 前头的这个转折点 而不是要 最近的转折点 最近的转折点呢 有些时候呢 太近 它可能市场一个波动 或者市场一个spiking 给你打出去以后呢 经常的啊 市场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往上走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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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到这 这进了以后 比如说你这儿进 止损在这儿 可能长两天以后 一个什么呢 垂头 给你打掉你的止损 然后再往上走 它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你在一个底部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让你是先出去 OK 这个呢 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上乘指数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看法 再有一个呢 比如说就是 我说了 这题目里头 就说咱们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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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 OK 欧元 对美元 或者澳币对美元 OK 首先 那我先看一下 我的什么呢 这个交易计划 交易计划 我有吗 我有交易计划 比如说是 可能我没存在这个电脑里头 咱们先看看 回答 刚才有个人问问题 澳币对新西兰 澳币对新西兰 实际上呢 现在是一个平行整理 大家注意 它这个周期的这个节奏 这个低 低过前度 这个低 低过前度 这个低 这个低 低过前度 低过前度 这个低 然后这是一个 一阔落 同样的低高 然后呢 现在已经呢 大家注意 这个 这个 新西兰对美元 它已经 是什么呢 这个高 高过了 从这 快速给大家看一下 OK 从这个地方 它已经 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平行的 一个整理 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平行的整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周图 那咱们现在进到日图 OK 日图 这个地方 是这样 长期的水平 支持线 绝对不能是做空 然后短期 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现在是一个平行整理的回调 如果大家 有些人喜欢用MACD 或者各种信号线 来找它的背驰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MACD的话 你能看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背驰 什么叫背驰 背驰就是买的压力 或者买的压力 所以对于我来讲 今天如果你要问我 奥币新西兰怎么做 奥币对新西兰怎么做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的入市价 在前到这个高 为了稳妥起见 你的止损可以在这 但是最稳妥的止损在什么地方 我跟大家说 在这个地方 它的距离 应该是走一个哪个距离 它的距离 应该是 这个的一个反备 技术上来讲 这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呢 技术上来讲 这就是它的一个最近的一个趋势 很可能它是最近怎么走 我做了一个平行 这个地方 如果今天能确认它 是一个反转的话 价格行为反转 也就是说 你绝对不能做市场价进 或者你不用做 利苗的现价进 你的入市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你必须得这样 你必须得一个证据 卖给人控制这个市场 你不能你自己想自己做 你不能自己手掩下 现在市场 那个市场下进 所以未来的这个趋势 我预计 很可能就是这样 最后达到这个目标价 或者你说 你说那我 这个我入市还要这么高 马上涨这么高 我才能进 那你可以 我现在给你做一个未来的价格 未来的价格 你明天 你可以 以今天的高点 作为一个入市 但是最稳妥的 我跟大家说一遍 你止损先设在这 之后涨了两天之后 你把你的止损往上调到这个地方 或者调到什么呢 你的这个入市价 这个地方 我就说呢 至少比对这个新西兰 然后呢 就说一个黄金 黄金的话呢 实际上是这 黄金的话 整体的这个趋势 看看 XAGXAU在什么地方 XAU OK 黄金整体的话呢 它呢 是一个什么图形呢 它这个图形呢 大家可能听说 这图形叫什么 头肩顶啊 或者头肩底啊 实际上它这个图形呢 对于我来讲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反转的一个什么 头肩底的这个图形 头肩底的图形 它的目标 咱们预测一下 它的这个目标 目标的这个 一般价格呢 应该是从这个头 到什么呢 到这个腰的地方 然后从突破点 拉上去 它的价格 应该是1700左右 1690 1700左右 短期的 它的一个 就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支持 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1530 152 就1530 所以说呢 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现在周图 进到日图的话 黄金 对于我来讲 现在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什么 上涨一个趋势 还是一个上涨趋势 大家同时呢 可以呢 就是说 你一定要什么 学会多画一些 什么的 这种线 多画一些这些线 多画一个线以后呢 你就能找出 它的十字路口的交叉的 也就是说强力的 可能是一个支持 一个地方 所以对于我来讲 再说一遍 黄金的最终的目标价 是在什么地方 大概1700左右 这是我据我的这个分析 1700左右 然后呢 就是现在关键 就是你要 你考虑你的止损 然后短期 它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一个阻力的 那个地方 OK 有几种方式 做 交易计划 你一定要几种 一般是两种三种 第一种 比较稳妥的 突破之后 这条买入 第二部分 第二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是一个平行的 讲什么呢 像一个平行的这个通道 平行的通道以后 你这个通道 搁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 因为注意 现在是处于一个平行通道的 什么 50%至少 OK 一般来讲 就是说 如果是你在做平行通道交易的时候 你的交易的这个入市点 最好是在50%以下 原因是什么呢 盈亏比例 盈亏比例 所以说 对于我来讲 我的交易计划有两个 我现在不管它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 第一 交易计划 突破 回调 第二 交易计划 回在 我的蓝颜色区域里头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阻力线 这样的话 我的盈亏比例 至少会达到什么呢 1比1 这个呢 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图 完全你都可以存起来 存起来了以后 你搁在什么呢 顺手 什么呢 就是搁在你的 这个 这个 搁在你的 搁在你的 这个 比如说这个 呃 weekly OK 搁在这 然后搁在这个日期里头 顺手就存起来 这样的话 你就是脑子里已经知道 你应该做什么 再一下一个石油 OK 石油 石油的话呢 是这个 OK 这个石油 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呢 日池 这是一个大的 整体的一个是区域 大家知道 如果我做成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 是一个平行整理 平行整理的话 有些人呢 喜欢抠这些小的 看这个价格 什么这些 如果是作为 做石油 是一个稳妥的一个做法 首先呢 我建议大家 先进一下周图 周图看什么 看一个每天的这个高 注意 今天的高 这个星期的高 低过前度里高 低过这高 低过这高 周图里 没有什么呢 长期的确认信号 两种方式 三种方式做石油 一个确认周图的反转 价格行为的反转 第二 是什么呢 进到这个地方 OK 实际上现在这个石油 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这个支持的一个区域 你不要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准确 这个实际上 你画 一个是画在尖尖上 一个是画在 更多的开始和收视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区域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支持的一个区域 但是 支持这个区域里头呢 日途有价格行为的反转 但是 什么呢 周图里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 两种心态 一种是稳妥 确认周图的反转 一种是激进 激进 你肯定是赚的 比稳妥的多 但是 可能你做的这个成功率 损失的这个就是 错误的这个呢 可能会稍微做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做对的话 你肯定是比什么呢 稳妥的这些人呢 转得多 这点是肯定的 所以 根据每个人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心理 还有一点就是说 第三种方式 就是说 你在这个点 你随时画一个这个线 画一个线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呢 这个价格呢 没有突破这个阻力线 你如果等到价格 突破这个阻力线之后 同时你确认一个 周图的反转 同时确认两个价格 收在什么呢 这个这个趋势线之外的话 这种时候 你在等做回调的话 止损作为这个低的话 你的什么呢 你这样的话呢 你是做的这个 做的这个交易呢 就是什么 更稳妥一些 所以呢 这个你看就说 做交易的时候 我不喜欢人老说 注意啊 注意风险 什么叫注意风险 什么 做还是不做 就是两个 做还是不做 做 交易计划 不做 看下一个货币队 你不用老 或者一些图形 是比较 看不出来的话 你不用老是 一定要分析出 我一定要做 你我不做涨 我一定要做低 你并不一定要 做一个决定 每一个货币队 你今天一定要 决一个方向 有些人说 他没放弃 70%的时间 这个市场里头呢 是没有方向 都是什么呢 无规则的运动 30%的时候呢 时间里头呢 市场是有趋势的 咱们也就是要 抓住市场里 30%的这个时间里头 这个又可以看出 这个趋势的时候 或者图形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做 这个呢 就是黄金 刚才就有人说 这个黄金 做爱会稳定赚钱 一般要多长时间 是这样的啊 你一定要举个例子 你学游泳 你每天 你练习一个 10分钟 半个小时 跟你每天 你练习一个 两个小时 那就是不一样 OK 做这个 这个稳定 就是做 做金融 包括做金融 就有几点 就是说什么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 这个稳定 一个是一个纪律 纪律都人说 哎呀 怎么这么空洞 你又讲这纪律 什么叫纪律 交易计划 叫纪律 因为你只有 有交易计划了之后 我再说一遍 你会知道 你等什么 你看什么 对不对 那我现在这个 就是要等两个方向 一个是下降 这我以前做的吗 这样做 一个是这样做 对不对 那你这样 现在价格是 处在两条线中间 那我就是什么呢 我如果现在做的话 离阻力太近 干嘛 我等着突破 上升空间打开了 或者等下降了以后 我到下一个 上面这个阻力线 距离 至少有个距离 比例1比1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呢 就是 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的回报 回报的话 你实际上是 一个月 3%以上 非常不错的 OK 一个月3% 非常不错 一般就是看谁 那什么了 就是说 就是说你希望 就是说 如果要是有人带的话 你会什么呢 你会你 你缩短了你很多的 什么 没索这过程 所以呢 大家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说 你们到时候 就是尽量跟 就是完了以后呢 这几天呢 跟就是GoMarkets 咱们客户服务联系一下 反正我们预计的 线下课程 在西匿的线下课程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在 预计的话 3月底 OK 3月底 3月一整天 然后呢 可能也会 什么在这个 GoToWebinar上 就是说 墨尔本啊 或者其他的也都可以 或者在其他地方 所有的这些呢 大家到时候跟 嗯 就是GoMarkets 那那个他们联系一下 OK 呃 还有一个得指 OK 现在下一个问题 就是折得指 得指的话呢 应该呃 应该是dex 应该是 German 30 应该是吧 叫这个 这个stocks OK 这个这个是不是应该是 得指啊 WS30 因为每个公司的 这个这个代号不一样 OK 我会讲欧元 OK 会讲欧元 得指的话呢 这应该是道琼斯吧 我看得指 我看看啊 得指 这是澳洲的200 得指这儿呢 dex OK 他现在的这些得指呢 他呢 现在 OK 那我现在先 分析啊 这个 从这个技术上来讲 这个得指 现在目前呢 还是什么呢 他已经是突破了什么呢 这个阻力 OK 突破这个阻力 同时他这个大的画面上 大家注意 大的画面上 你如果可能 我如果见到线图里的话呢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这有点像什么呢 这种反着的什么呢 这个头肩顶 叫头肩底 就不叫头肩顶了 所以呢 就是说得指 现在你让我目前来分析的话 得指来讲 OK 你等下一个转折点 这就是dex 等下一个转折点的时候 一定要等转折点 你绝对不能 现在是市场加进 市场加进 你一定要下一个转折点 你各种转折 国内叫启明星 对不对 各种转折点 在这个附近的一个 只要是有转折点的话 你可以考虑进 但是 如果你进了之后 我建议大家 你这进了以后 你的止损点最好在这个地方 OK 这是得指 然后黄金周线 K线 MACD 背离 怎么处理 我想下一次的有计划再讲一下 这个黄金风格 这个背离 就是说这种背离 你一定要知道来怎么来用 大家注意 你交易信号线的话 你尽量什么呢 少用 尽量对于我来讲少用一些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信号线都是延迟的 都是先有价格后有信号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个 我想的准备线下课程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具体讲一下 讲一下这个具体 用一些这个信号线 OK 讲一下欧元对美元 OK 欧元对美元 我应该打开了 我这个这儿呢 欧元对美元的话 目前他的什么呢 他的这个今天 大家可以就做欧元对美元 OK 原因 现在是在一个长期的这个阻力 大家注意 长期的支持 不是阻力 长期的 大的方面是下跌 再说 我跟大家说 有几个交易方案 第一个交易方案 周图 大家注意 周图里前六个星期 都是卖电控制 实际上 你要确认周图的转势 这是最稳妥的 但是你要赚的稍微少一点 稍微激进的 赚的多一点的话 大家注意 这一期间来讲 主要都是什么呢 卖电控制这个市场 注意这高 然后呢 如果你的今天的入市 我跟大家说啊 你今天可以入市 你今天入市的话 你的入市点什么呢 你的入市点 入市呢 你 你 这 五加一个点差 SPD 就点差 Spread 这个 就点差 点差 点差的话呢 稍微拉开一点距离 这个五加一个点差 这个地方 入市 就是什么 Buy Stop 突破买单 止损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的 就是说 我认为好的 并不一定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个人建议 大家一定要记住 原因 是什么呢 这个的 价格行为 叫什么行为呢 我们叫火车轨 或者叫Trentrax 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 收市这样 第二个 收市是这样 如果两个并为一个的话 开始 下跌 回来 开始 收市 大家注意 它的开始跟收市 都是在 实体的三分之一之上 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一个 叫什么呢 咱们叫垂头 什么也行 这是两个的 两天的 合为一天 实际上这一天 有可能是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转势 所以跟大家说 对于我来讲 就是分析来讲 你今天 你可以什么呢 就是作为一个 双轨的入市 入市价 我加一个电查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人问这个 得止空单 刚才就是得止吗 Tax 30 这不就得止吗 你不能做空单呢 你做空单 稍微我觉得是危险一些 原因是什么呢 最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看两个图形 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哪一个是 哪一个是 strong trending 哪一个是叫strong trending 强的趋势 哪个是强的趋势 我问一下大家 一 有人说二 有人说一 有人说二 实际上我跟大家说 一回答是正确 原因是什么呢 我故意给大家画一个圈套 告诉你一个有规律的波动 实际上这个有规律的波动 是一个弱的趋势 什么叫强的趋势 强的趋势叫shallow pullback 就是一个浅的回调 越是浅的回调 也就是说买的人 没有什么呢 耐心等他这个深的回调 所以一是一个强的趋势 也就是说当这些指数都在一个强的 你看浅的回调的时候 这个例子 你在这条你做空的话 浅的回调的话 没达到你的目标 又被止损出去 OK 所以呢 这个 咱们这个时间有限 已经到时间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 大家喜欢不喜欢我的这种教学的这种方式 如果就说 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可以在这也告诉我 或者呢 任何意见的话 好的坏的 或者我讲话太快 等等等等这些 或者基础 你一些太差 等等这些 一切呢 都跟这个咱们高会 那就是这个一定要反映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也是根据不同的这些 大家的这个经验的来根据 就是 这个今天一开始的开场 还稍微多了一点 如果大家就是说 觉得还这种的这种 我的这种市场分析方式 大家喜欢的话呢 就是跟他们说一下 跟这个 那个高会的工作人员说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还是 如果大家喜欢的 我还是坚持这种 按这种的这种市场的这个分析 将来呢 就是说 告诉大家怎么来做 这个这个教育计划 大家就是主要是注意 就是说 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 就是说 咨询一下有关这个三月底 预计三月底的这个 线下的这个 一整天的培训课 OK 量价不用看 这个量都是假的 这些量呢 都是假的 不是一个实价 这些量呢 volume都不是一个假的 因为没有一个交易所 来记录这些交易 所以呢 这些的 这些不是假的 就是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这些的价格呢 可能都是一个 可能是broker公司 等等等等 这些 没有一个实际的 一个参考的价值 那行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那谢谢大家 那行 好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见 祝大家这个交易 一切顺利 嗯 好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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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